大家好,我是老条 老幼条带你去看 没看过的家座神座 How are they? 看电影这条老条 今天带大家一起看一部高分电影 《海上钢琴师》 这部电影豆瓣点片更是高达9.2 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故事的开始交代了时间背景 19世纪初 美国是世界所有人的梦想 世界各地的人都乘坐大船来到美国 我们小胖就是其中一位 小胖来到一个乐器店 打算卖掉谋生的乐器 而店老板只给20块 小胖无奈,只能卖掉 小胖临走时想最后再吹一次自己的乐器 与此同时 店老板也放出一段熟悉的音乐 我们的故事也正式开始 一艘维基尼亚号轮船停靠在港湾 船上的一名老黑在大厅寻找夫人留下的物品 没找到值钱的,只找到一个婴儿 老黑关锅了一辈子 估计是过度太久 老黑决定养这个婴儿 老黑是船上的一名船工 没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照顾他 只能把婴儿放在工作的地方 船工工作的地方又脏又乱 和船上的乘客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有的繁华都是建立在一些人的痛苦之上 是个人就该有个名字 此时的婴儿没有名字 众人合计之后打算给婴儿起个名字 于是TD宁蒙1900就有了他自己的名字 为了方便我就喊男主委TD TD由于没有上过户口 一旦被发现会被警察带到故外院 所以TD没有下过船 由于TD是唯一一名在船上出生的孩子 TD收到船上所有人的厚爱 虽然没有富裕的条件让TD过得很幸福 但是TD的童年依然很快乐 这个时候就该配角下场了 主角主是场面了 老黑在一次工作时 不小心被铁钩砸中 本来老黑可以救火 TD在老黑床边逗老黑笑了三天 老黑领了便当 老黑死了之后没人照顾TD 船长打算将TD送到孤儿院 在停船的22天里 警察找遍了每一个角落 就是没有发现TD 就在开船的某一天 成哥被钢琴声惊醒 都被这美妙的曲子所感动 而这名乐手就是TD1900 船长也被震惊 不仅仅是TD的钢琴天赋 关于TD这20多天都是怎么火过来的 可以看得出来人在被逼的情况下 求生的本领是多强 多年之后 小胖来到维吉尼亚号应聘 别人应聘都是说我会什么什么 小胖来了之后直接开始吹 首先要把应聘官吹得一头梦衣 小胖成功应聘 登上了维吉尼亚号 晚上起了大浪 小胖不适应海上 遇到了淡定的TD 对于一个在船上长大的人来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点小浪如履平地 TD解开了钢琴的锁 随着海浪在船里自由飘荡 你划着船 我抬着琴 就此你我相识 相互约定 好极有一辈子 钢琴撞坏了船长的门 两个人被罚去掏梅 TD最喜欢挑逗指挥家小胡子 总不按照套路出牌 渐渐TD的名气也大了起来 收到了乘客的欢迎 有些乘客来到船上 只未听到TD的心声 名气越大越会折祸上身 著名的绝世乐钢琴家 大老黑前来挑战TD 大老黑是著名的钢琴家 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面对大老黑的挑战 TD相当淡定 正如TD说的 我害怕什么 我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只存在这个船上 赢了我又不会获得什么 输了会输掉什么 面对大老黑的一再挑战 TD终于激起斗志 演奏出这首传奇曲 被打败的大老黑也是一脸懵逼 想象不到竟然会被人打败 这大老黑也是 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为什么要去嘲讽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这纯粹就是闲得没事自找没去 TD打败大老黑之后 收到音乐发行商的签约 在录制音乐时 TD看到了令他心动的女孩 录制完之后 TD才发现这个机器竟然能录音 他不想让自己的音乐离开船 并且还收走了音乐碟 此时的音乐商也是懵逼 他们没有办法 TD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户口啊 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也很绝望啊 TD打算将这个音乐碟送给那个女孩 偷偷地在晚上吻的女孩 这么多年 没有人教过他怎么追女孩 面对心爱的女孩却输不出口 就这样看着他离开 TD这样的人 我劝你别怂 大胆点上就行了 总会有一个眼瞎的会看着你 在经过内心的挣扎之后 TD终于鼓起勇气下船 去找自己心爱的女孩 拥抱众人之后 站在楼梯上陷入迷茫 我生在何处 家在何处 我是不是有钱娶他 能不能给得起彩礼钱 买不买得起车 买不买得起房 呃算了我还是回去吧 TD放弃了下船 几年之后小胖下船 转眼来到了现在 小胖听到维吉尼哈号就要被销毁 而TD并没有下船 小胖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TD 而TD说出了小胖无法反驳的话 对于一个没有下过船的人而言 城市中有无尽的街道 无尽的大楼 这些都是没有尽头的 我对这些感到恐慌 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在无尽的世界里去选择 我宁愿待在每次只有2000名乘客的船上 因为我在船上看到了人们对美国的向往 那是一种希望 在无尽的城市 我只看到了无尽的恐惧 TD说的确实对 对于世界而言 我们只不过是沧海桑田 此时带不走一分钱 唯一能带走的或许就是那独一无二的回忆 最终TD在他的船上被炸 TD做出了他的选择 他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不存在的 即使有也只是个传说 说出来会有几个人会相信 电影的最后 电老板被小胖感动 将乐器送给了小胖 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还是建议有时间的去看一下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